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吕敬奇神父 今天是强烈期 第25周星期五 福音是《罗诈福音》第9章18-22节 福音是这样子的 有一天 耶稣读集祈祷 门徒同他在一起 他就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门徒回答说 有人说是十者罗汉 有人说是厄里亚 还有人说是古时候的先知复活的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呢 伯多路回答说 你是天主的受负者 耶稣随即严厉祝福他们 不要把解释告诉别人 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 被长老司机长和金师们排挤 并且要被杀害 但是第三天他必要复活 从古到金 耶稣都是问我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可以有很多的身份 有人说耶稣是我的长兄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耶稣是我的伙伴 今天伯多路说 你是天主的受负者 什么叫受负者 就是被天主拣选的那一位 九月的时候被选的人 都要被辅游 达位被辅游 被辅游就是被选的 被辅游是君王 师机 先知都要被辅游 我们在临死的时候 领见证的时候 我们都要辅游 我们都是受负者 我们都是被天主拣选的 因此这个受负者 当然耶稣是受负者 他们期望将先知 君王师机放在一个身体 放在一个人身上 就是他们所期待的 墨西亚受负者 墨西亚是希伯来文 基督是斯拉文 都是受负者的意思 我们都是受负者 我们都是被选的 问题是我们要没有意识到 天主选了我们 最后耶稣告诉门徒说 人子 耶稣的自己称自己的人子 要受苦 被杀害 第三天复活 我们都是受负者 我们都是被选的 同样 我们都有困难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被天主选的 耶稣基督说 我们 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 接到今世的终结 如果耶稣在我身边 我怕什么 因此让我们知道 耶稣常常问我们 你们说我是谁 重新再看看 耶稣是谁 每天陪伴我的耶稣 在我身边的 祂是谁 祂在陪伴我们 我们也陪伴祂 不要害怕 有祂陪伴着 这些人 我愿意 会 没有 有 不 我 有